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这么着三条山脉 如果你考地理很容易 就横着三个竖着山 是个田子 它田子就把中国给分了 山脉跟山脉之间 山脉跟山脉之间 就是这个平原盆地或者高原 所以你这个 这是这组山脉咯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长白山 长白山 有人去长白山天池看见什么 这地震什么的 就长白山 另外一个在这儿应该是太行山 再往那边我忘了 再往这边是应该是这个 这部分 就是四川 应该是 这个叫川藏 就四川跟川藏地区 康川地区 就是在青藏高原的边上 忘了 横着的 这是燕山山脉 那竖着 中间这儿就比如说大小西安岭 就这么下来的应该是 横着呢 这就是北边是燕山山脉 然后再往下是什么 再往下应该是秦岭 秦岭完了是昆仑山 就是秦岭 秦岭应该大概这个位置上 昆仑山 所以三条山脉横着三个 竖着三个 然后中间就是三大平原 四大盆地 四大高原 这是我们通常说中国地形 就这么来的 那我原来说呢 就是说你注意到 说这个人的 这个地形就跟人的身体是一样的 山脉就是骨骼 有横着长的 有竖着长的 这个这个 然后中间的盆地呢 跟平原呢 和高原呢 就是肉 对吧 这没错 然后大江河流 就是人的血脉 暗河就是人的经络 明河就是人的血管 那时候我是那么 那么 那么咱们上学的时候 那么记 就觉得好记 而且它有生命感 为什么说这个 这是中国地震图 跟大家注意到 中国地震图 它闪而越深的 它的地震的频率 强震的频率越大 这是台湾了 这就不用讲了 那台湾边上 这是武夷山 武夷山区 它会经常出现地震 那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 这个部分 这儿是青藏高原楼 那这边就是 这是长江 这是黄河 所以黄淮地区 这是华北平原 这是长江中下游平原 这是这下边是竹江三角洲 那就是这么一个大的区域 正好是这个区域这么接下的 如果你一定分板块呢 就是这边是太平洋板块 这是欧亚大陆板块 挤压出三条山脉 而被挤压起来的 鼓起来的地方 就是山脉 而山脉 这种挤压鼓起来的地方 就是地震带 那下面呢 这地方是印度 我们地理上叫南亚次达路 然后挤到了欧亚板块上 这么插进去了 其实你出来的青藏高原 就是印度板块 印度板块插到欧亚板块下面 顶起来了 顶起了四千多米 海拔四千多米 就是我们说青藏高原 就这么来的 所以喜马拉雅山的 就是印度次达路 插入到欧亚大陆板块之后 顶起来山脉 它是交接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就成了受众最厉害的 也就是说这边有印度洋 这个印度次达路插进 这边有太平洋板块插进 所以这个就成为汇集点 这个汇集点是哪儿 长江三峡 这个汇集这条线 就是我们说的云贵高原 长江三峡 四川的四川的川东地区 川东地区 再往这儿是川西地区 应该是这地方才是川西地区 这地方是川东地区 如果你一定算起来的话 其实四川的四川盆地的长江的北边 那山是这样的 一溜一溜的 它就这么挤过来的 那所有的包括金沙江 为什么这样 就是这么 地理上就这么挤过来 所以整个四川盆地的山区 就是地震最活跃的地方 那08年大地震 它就这样的 在地理上就这么说的 这是科学的 咱学了好几年了 那为什么 为什么说这段故事呢 天出异象 一周之内出现了14起地震 是否中国出现巨变 它跟这14就没完没了了 灾祸不断 7月8号刚才 8号上午可不是吗 大概十个小时之前 云南昆明东川区 发生地震4.2级 深度14公里 这是浅层地震 震杆墙 范围有20公里 2020年最大的目标 就是活血解释 中国地震网显示的资料 从2号起到8号 四川 云南 新疆跟西藏 发生了14起地震 几乎都在三级之上 那其中有四起在四级之上 这是整个它的记录表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析了 对不对 你看到中国强阵图 那都是就是这个区域 就是这个区域 我们上次跟大家解释过 连续发生地震 那也就变成了四川 云南都是在长江上头那儿 就是长江三峡的区域 云贵地区都在地区 那西藏同样是在这个区域 新疆就稍微上方偏了一点 但是如果从整个板块上来说 新疆的地震同样反映出 是印度次大陆板块 插入欧亚板块之后的反应 也就是说你别看 新疆的地震离四川 离这个长江头远 但是它的起因是一样的 大家听懂了 起因是一样的 因为它都在这个区域 如果我们说没有 说内体地震在这个长白山 就另外一回事了 那个就跟印度次大陆没关系了 它现在说的 都是跟印度次大陆板块有关系 印度人现在跟共产党不干 所以印度次大陆 是下边的这块 印度这块插进来 这一片区域在活跃 我学了好几年专业 真正的大学学的 不开玩笑 虽然多年了 忘了差不多了 但基本知识还知道 这是学的人家科学 人家的科学 十四起极浅地震 它并为极浅地震 原来我们学的时候 极浅地震是指十公里 没跟你说 先这么晃悠晃悠 再这么晃悠悠 再这么晃悠悠悠 基本就全完蛋了 官方说都属于极浅地震 深度不到15公里 它现在是这么定位的了 那我跟大家解释过 太长时间了 忘了 一个多月暴雨袭击 山崩地裂 泥石流 那财产造成很大损失 我个人觉得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个人说只是说 它真地震了 一个星期七天 十四次 这是不得了的 而它的发源地 就是它的原因 从基本地理地震的形成 就是一个原因 我们在有期节目 跟大家解释过 对不对 那这种浅层地震 有人 有的这个地震学家 光中国的地震学家 就会说 这是件好事 因为它会把地热散发出来 它更多的浅层地震 就是低级的浅层地震 越频繁 越可以把那些地热散发出来 从而避免大地震 那也有人说了 这是大地震之前的真正的预兆 因为在它已经热量 地热非常的高温 所以它自然就先冒泡 在冒泡之前 在大冒泡之前 它先小冒泡 我大学学论文的时候 我就看过 全是中国地质学院的教授 我到底听谁的 四十年前就那德行 现在还这样 我跟你说 什么样的爷爷 什么样的驴 生的什么样的蛋 一点不走呀 所以大学 这大学当务青春的 长江上游四川 贵州频繁地震 人们考虑到三峡大坝 这是我刚才说 这是表面上是那个区域 那从它地震的区域 我跟大家解释了 它是印度次大路 印度板块 插入到欧亚板块之后形成的 它的成因是一个 原因是一个区域 就包括新疆的都是一个区域 西藏的也是一个区域 所以不是问题 都会奔着长江去的 下面他引用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历史上的一些东西 我后面 那个就太长了 李淳峰的说法 我觉得蛮有意思 李淳峰他是把6月21号的这个日环石给说了 他这里介绍是这个 日环石当时李淳峰曾经预言说叫 白云来去遮挡天下大乱大兵器 沉沙军军尸位 日环石这今年的日环石非常接近这个 月泉石 日泉石 也就是说他覆盖的面非常的好 那中间只露出了浅浅的一个环 蛮可怕的 其实是蛮可怕的 原因当朋友们听过说过 七一日的关系 对不对 七一日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通常讲述的金木水火土日月 但是在东方的星象学中 在印度的星象学中 叫九一日 九一日他就强调了月亮 在太阳的运行轨道上的上位置和下位置 两个位置 所以这两个位置就变成加了两个药 叫做九一日 这九一日其实上下两个位置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以为如果判断不错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日泉石 或者是月泉石 多半是日泉石 因为它是 它强调的月亮 在地球上的运行轨道 所以它就是一个阻挡的概念 我没有太查 我只是这个 在我理解当中 它以人为中心就变成了 太阳月亮地球相互之间的关系 所以现在应对的是这 在中国的大地震当中 76年的唐山大地震 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 都出现了日环石 所以这里他提到李淳峰说 石进 石进 王天下 夺国 陈沙军 子沙父 不出三年 他里头说 习近平三年之内必亡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